What's up 今天我們來開箱 蔡波能的滿月 應該是彌月禮盒嗎 這是從阿嘎那邊收到的 之前陶櫃的時候 我們也有收到 陶櫃是收到彌月嗎 還是一歲的時候 我等一下去找一下 但是反正呢 非常的開心 然後也想要跟大家一起慶祝一下 我們的波能 我們來看有全新的插畫喔 所以以前那個小baby是陶櫃有沒有 現在小baby是波能了 然後陶櫃已經長大了 貴貴長大了 然後工作室的大特佛工作室的大家 就在這邊 他們的畫風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很好 就是有一個卡通風格是始終如一的 大家看一眼就可以認出來的 就是他們 這樣在後續的不管是IP的建立 或者是你要做周邊商品 或是像做這樣子的禮盒 都很有運用的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他們是跟Isabel聯名 然後後面有很多菜桃 然後有一顆蛋 菜波能 然後我們來打開來 喔!哇! 哇!這個好精緻喔 菜波波 小名叫波波 我們來打開來看每個抽屜有什麼東西 陶櫃的抽屜 裡面是 這個 這個是 蜂蜜蛋糕嗎 真的耶!蜂蜜蛋糕 哇!上面還有印 這個 這個是應該是波能 應該是菜波能 因為它在一個蛋殼裡面 現在這個不是陶櫃了 這個為什麼是隱藏版 在封面不是已經出現過了嗎 這邊為什麼是隱藏版 這個是菜波能的抽屜裡面 是台式的馬卡龍 然後上面有印 阿嘎裡面是什麼呢 阿嘎 這個裡面是 香草的餅乾 喔!這樣子的 哇!這個 這個 這個感覺很好吃的那種耶 香草餅乾 禮貝的裡面是 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喔!是這種 巧克力的餅乾 上面有巧克力碎片 這個感覺也會蠻好吃的 這樣子 然後最後 上面這個 工作室的大家 這裡面是什麼呢 OK 這裡面東西比較多 有一個小福袋 這個福袋裡面是 喔! 愛心的 米香 粉紅色米香 然後 還有 有四個 他們 Q版 大頭 的糖果 一家四口 阿咖利貝 桃櫃跟波能 然後這裡有一個 他們的 滿月卡 OK 我們來看一下寫什麼 嗨!我是蔡波能 我終於出來跟大家見面了 2020 5月1號 是滿月的日子 希望大家 像照顧桃櫃哥哥一樣的 愛護我 2020 愛你愛你 跟大家分享我的 迷月禮 希望你們會喜歡 擺蔡波能 很可愛 但那邊有照片 我記得 桃櫃那時候 他是附一個照片 超可愛的 等下如果我找到的話 找給大家看 然後最後 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嗯 這是什麼 喔 是這種 這種 餅乾 這種餅乾 叫什麼 這種 卡士達嗎 卡士達餅乾 粉粉的這樣 我找到那個 菜桃櫃那時候 滿月的時候 送的 你看這是桃櫃那時候 一歲的 送我們 那時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小禮盒 裡面有很多零食 這是 菜桃櫃 一歲生日 一歲生日 然後這個是 菜波能 一歲生日 這兩張 收集起來 試試看裡面的一些餅乾 有點咖啡的味道 這什麼口味 咖啡口味嗎 蛤奇 這是不是叫蛤奇 蛤奇 蛤奇餅乾 很好吃 很棒 非常感謝阿嘎跟李伯 每次都 這麼用心的準備禮物給 給我們 然後很貼心的 去慶祝 兩個小朋友的生日 或者是就是滿月 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們的 所以就想說 透過這支影片 來幫你們做開箱 然後也透過這支影片來 慶祝一下波能的滿月 祝陶貝跟波能都可以開開心心的稱讚 兩個兄弟倆彼此扶持 一起成為優秀的人